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需要注意哪些风水问题吧 一 大门口出现哪些现象风水不好 一 大门正对着尖角 家门口也不建议对着有尖角的地方 不然就会形成风水穴中的尖角煞的格局 长时间住在这样的房子中 家人就会经常争吵 非常不和睦 而且家人之间还容易发生矛盾 导致家中极其不和谐 俗话说家和万事兴 家中都不和谐了 运势自然也就会走下坡路了 家运也就会越来越衰败了 二 门前栽种大树 在风水穴上来说 大门是财神爷路过的地方 如果大门有大树挡着 整个大门就会变得很阴暗 聚集很多晦气 财气又进不来 人生活的长久会变得心情很压抑 即使是财神爷也不会来到家门光顾 自然一个人就不会有发财的日子 而且在家里的大门栽种大树也是不安全的 要是遇到雷雨天气 很容易伤到个人 不管大树有多么的好看招养 必大于利 三 电梯 电梯正对着家门在风水上有开口煞的说法 电梯口打开会很容易把家里的财气给吸收掉 而转换的是把电梯里的晦气全部传到家里来 对整个家庭的运势走向造成极大的影响 要是想破解 那就要在家里的玄关位置摆上一个大屏风 来挡住电梯流进的晦气 或者是在大门口上挂上一个大红的中国节来化解晦气 其实电梯正对着大门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起居生活 电梯门开开合合的声音严重扰乱我们的睡眠 时间长久也会觉得不大舒服 四 大门出现裂缝 大门在使用的寿命上一般都会有一个比较长的时期 要是在短期之内出现破裂的现象 就千万要注意 寓意着不好的事情将要发生 在风水学上门是摆在很重要的位置的 门的破裂 外面的晦气 美韵也会顺着门缝流进家里 严重的会影响到家里的气场正常的流转 对家人身体健康造成很大的影响 个人事业也会大大的折死 门上有裂缝也意味着婚姻生活出现了不好的状况 夫妻感情生活越来越差 最终导致婚姻破裂 夫妻离散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 很多家庭在玄关这个位置都会摆放鞋柜 为的是进门就换鞋 避免走到室内把地板弄脏 起到很好的收纳作用 方便灵活 而且给卧室留出了有限空间 也不妨碍道路行走 可是有个问题要注意了 那就是切记鞋柜要摆放整洁 鞋子要经常清洗 不要把鞋头的位置对准客人来的方向 因为玄关这个位置非常重要 是进入家门的第一印象 如果退门而入 看到的就是一个脏乱差的环境 而且臭气满天 这样不仅是对客人不礼貌 对财神也是非常不礼貌的 所以很难请财神上门 家里自然而然越过越穷 6.门前有立柱 在住宅门口的中央或窗口 有电灯柱 电线杆或停车收费表正立着 称之对堂煞 又称为穿心煞 凡羊宅犯穿心煞 住此宅之人会破财好败 一招口舌是非 既有生离死别之患 不利住人 而宅内个人容易患上心腹等地 所以不宜选择在这等住宅住 住大凶 所以要多加注意 能避免的尽量避免 7.大门口摆放镜子 玄关处还经常看到摆放物是镜子 为的是出门前保持良好的自我形象 可是卧室里的梳妆镜和洗手间的镜子 就足以起到这个作用 在玄关安放一面镜子 不仅增加不必要的支出 而且家里的女主人 在此处梳妆的话 会留下掉饭 这样客人一进门 就会粘在脚上 给客人留下不好的印象 更为重要的是 在此处安装镜子 还会把财气反射出去 财神也不爱进家门 久而久之 还会招致霉运 日子过得又穷又苦 8.大门正对窗门 大门为全无人出入必经的地方 当大门位于急方时 由大门吹入的风空气都属于吉利的 当对正窗口时 若窗不太多 所造成的影响不太大 但假使窗口又多又大 便不能让这急气聚集于屋内 因此便会影响宅玉 不利财运 化解方法是 在窗前种一些植物 阻挡集气的外溜 但在种植植物时 不要选择有次的植物 2.大门口出现哪些现象风水好 1.门口做门槛石 门槛石可以说是家门口不可少一种 这个产品虽然放在家门口 不怎么美观 但是在风水上帮助还是比较大的 要知道门槛石好比门神 所以要特别重视它 在以前不管哪个家庭里面 都是少不了放一个门槛石 放了门槛石 其实就是像有了守护神 这样可以让你家里变得要财运有财运 要健康有健康 家里人和和睦睦地相处 所以要家里准备这个也是值得的 花多少钱也愿意 2.家宅大门银财神 风水学著作《阳宅爱众有言》 宅之所观最重者 目于门 大门是一家人早晚出入必经之地 是一所住宅与外界联系的主要通道 其风水重要性不言而喻 门是连接通道 入屋之气吉祥 家人则运气顺利 人才两旺 所以门边既堆积杂物 以免阻碍财运气运 因为它是全家人的总出入口 是全家人连接外部空间的主要通道 如人之咽喉 也是全家人趋吉避凶的第一道屏障 大门的风水直接影响全家人的仕途 学业 财运等等 一旦大门挂瓷宝 全家天福天运 五福临门还能兴家旺宅 三 大门口的样子色调 大门口的样子 亦有吸收财运层面的实际意义 一般而言 大门口是正方形的 都合乎基础的风水规格型号 东南方向大门口以深蓝色 灰黑色 翠绿色为好 西方西北方大门口 以淡黄色 金属色为好 南方大门口以金属色 灰黑色 深蓝色为好 西南方东北方向好不动大门口 属鬼门关防 若开大门口以鲜红色 淡黄色为好 四 光照好些 大门口在过道和入户玄关中间 也是入宅的第一防御 因而大门口前后左右部位 必不可少光源充足 假如入户玄关狭小 光照欠缺的话 能够在吊顶天花板设备照明灯具 提升明亮 家里的灯光效果 对提高运势是有协助 因而大门口的部位 要临时性坚持不懈光源充足 五 大门门店颜色合适 姚老师说大门根据方位的不同 进门的脚踏颜色也有所不同 如门开东方东北方 则放黑色门店 门开南方东南方 则放绿色门店 门开西方西南方 则放黄色门店 门开北方西北方 则放乳白色门店 这些都是理论上行得通的 实战未必管用 门妥的做法是根据流年风水 来调整门店的颜色 六 坐北朝南 根据中原地区的地理位置和地形 坐北朝南自古以来 就作为居住建筑的朝向设置 因为建筑要融万物 东引阳西洋气 满足东暖夏凉 光线充足的条件 七 山环水暴 所谓的山水环暴 就是选择好大环境 总原则就是山脉环暴 流水有情 这样的原因是因为山环暴的话 房子的气场就会好 而且安全性非常高 衣衫傍水 无山则气散 无水则气绝 八 天人合一 所谓的天人合一 其实是人们心里的一个想法 和对农村房子的偏爱 农村人认为 外形成三角的灵形间形 圆何方是心理理想的安全形状 实际也就是天原地方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招呼 启点赞 订阅 转发 打招呼